那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LV Pro的操作方法 那為什麼要講LV Pro 就是要讓各位 因為你未來在做網頁的時候 你第一個會處理到的 就是照片的說跟彩一定會用到的 對不對 那一般人用的都是用什麼 用小畫家 其實小畫家也可以 那因為我用LV Pro習慣了 所以我就用LV Pro 那我用LV Pro的時候 我先找出一個網頁 比如說測試溫老師 我找出一個網頁 比如測試溫老師的網頁 這個很簡單 對不對 你只要從雅布或基某打溫家龍 就可以到這裡來了 假設我要剪這一張圖 那我要剪這一張圖 我怎麼做呢 我用Shift Print Screen 他就把畫面Copy起來了 Copy到剪貼簿了 這個各位應該知道 他Copy到剪貼簿 然後他Copy到剪貼簿以後 我就把LV Pro 因為我已經裝上來了 把LV Pro打開 打開以後 Edit Pass 他就跑這裡來了 到這裡來以後 我只要把這個圖剪下來 你要剪的區域 把它剪下來就好了 你把你要的區域剪下來 這樣剪下來 他就這樣而已 然後Edit Crop 這時候就剪下來 但他的比例一定不會是 如果你要的比例是120 160 他一定不會是120 160 你就在這裡到resize來 那這邊不是120對不對 你就這個不要 Preserve aspect ratio 就是維持他原來的比例 你不要維持就好了 因為我這個差不多 我就把它寫120 然後這邊寫160 我就可以這樣要求他強制他 把那張圖變比例 我就說OK 那這張圖已經是120 160了 然後就檔案5 然後就sep5s 到桌面來 我再存到桌面來 存到桌面來 那桌面 其實我剛才有存 我還是叫這個檔名好的存檔 是就把它存好 存上去了 就這樣而已 那這個東西 你這樣就成功了 你看我做沒有到一分鐘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不會很難 然後就存好了以後 我就把這個貼下來